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文文宅 今天已經大概十月二十七號了 現在是星期二的 畢竟傍晚快要十二點鐘 快要十八號了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恩典的故事 我是二零零九年信祖的 然後 然後基督教在我的生命裡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威力仕途 然後一個opportunist 就是我非常的知道什麼時候去找機會 然後任何一個時候我都是可以算是威力仕途的最佳典範 那變成基督徒以後其實我都沒有真正活出來像個基督徒的樣子 然後真正的改變我的生命的幾個人之一呢 當然有一個跟我傳福音傳了九年的一個好朋友 然後有一個非常懂神經的一個老師 還有一個給我和我的太太一起做婚姻輔導的一個老師 但是其實這些人的任何的作為我都感恩 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個 應該是淡江大學的一個教授 他在2013年的時候 他在2013年的時候在VOH 就是基督徒的之家 他在講道的時候呢 他講到馬太福音 然後講到那個婦人跟耶穌求 可不可以救我的孩子 然後耶穌跟婦人講說 那個是 就是不是給 不是給狗和外包人吃的 然後這個婦人的信心非常的大 婦人說 那個狗呢 也吃主人 吃剩下的睡渣渣 然後這一席話呢 深深的打動我 在2013年的那一天開始呢 到今天 我依然記得這個睡渣渣的N點 各位朋友們 我今天想要告訴你們的就是 所有的N點 不管大小 都是完美的 N點不用比大比小 我們不用去跟人家比誰誰誰 買了無敵大的豪宅 誰誰誰又怎麼樣啊 N點真的是夠用就好了 你如果看不起什麼什麼N點啊 這些睡渣渣 你看不起的 請你統統拿過來給我 我全部收 你知道從那一天開始 我聽過這個道以後呢 我的人生再也不一樣嗎 這句話打 打動了我的內心 然後我做的所有的生意 常常都是在撿人家的水渣渣 都是沒有人要做的東西 但是呢 它就讓我們夫妻兩個人 一路以來 被照顧到 很多人看起來覺得我是嘻嘻哈哈的 其實 我做事情還是有一點點謹慎的 我思考事情的時候 和幫客人想事情的時候 我還是相當相當謹慎的 然後在很多環境下面呢 我常常是甘願 非常甘願的 用公平的方式 把我自己的利益放下來 然後讓給人家 我跟你說 這就是讓我們內心能夠 平安喜樂 然後能夠感恩的一個關鍵 我今天這樣子講 今年2020年 對很多人來講 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我何嘗不是過得很苦 我何嘗不是很多東西可以找出來 大家可以抱怨 但是我都盡量沒有 我還是盡量的希望把快樂帶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就是這樣子的時候 才是真正彰顯 基督徒該有的品格 我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面 能夠發光 能夠作嚴 平的就只是那一口氣而已 所以弟兄姊妹 在這種時候 不管你是被焚蜂受害到 需要搬遷離開你的家 還是你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沒有工作或者是 飽受逼迫 就是不住的禱告 不要放棄 要繼續的有行星 因為我真的知道 能夠活下來已經是很大的恩典了 這些睡閘閘都是大恩典來的 不要小看他們 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然後也差不多是我的時間要去睡覺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你按讚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不喜歡也歡迎你留言 或者是如果你有選項可以按 不讚 或者是不喜歡 也歡迎你去按 然後給我留言 我有空的時候我去看 那如果 你喜歡到要訂閱的話 也非常歡迎 非常謝謝你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我是文文哉 下次見 拜拜